第一步,练习保护自己,两个手抱住,放在胸前 你记住不要,分开这种功能非常大,你面部非常容易受通机 所以两个手,你能把自己护住,转身的时候,两边护住,用肘和下面护住 但是不管你护住下面的时候,另外一只手,有一只手永远在你的下部方面 坐的时候,有一只手永远就保护自己 两肋保护好,把头部下部保护好,头部面部要保护好 然后呢,在下一步呢,就要用身法,垂法,用步法要身体运动起来 然后就开始进入一些叫积极的主动的防护 那不是保护自己,光光仅仅是保护,而是叫主动的防守 做一些准备进攻的,之前的这些必要的动作 现在下一个动作呢,you can use it 下一个动作呢,是在练习这个主动防守的时候,可以练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,他们看起来说像推手啊 也可以叫推手,实际上,这是一种练习方法 你看这个动作,两个人站好,用这种半马步 然后用这个动作,用这个动作 用这个动作,用这个动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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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旋转 把手从这个,手心向内,转到手心向外 然后从这呢,手心向外,转到手心向内 这边练完呢,点这边,外边 不要转练那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另外一种练法 咱们现在不需要 这就是一个旋转 好 就是第一个同程 注意肩手把支摑上身体 注意一定要用身体 用这个动作 用身体来动 用不称不称 mucho 用身体来动 可以说是吗? 这边练完呢,练对边。两边练。外面练完呢,练里练。 练完以后,咱们试一试这怎么用。 现在我们可以做比较练的练习。